今天要介紹的車款是我身旁這台 Mazda 6 Wagon的20週年版 沒錯,Mazda 6的這個車型20歲了 所以說他們也特別引進了20週年版來到台灣 那20週年版是基於25S Signature這個車型 去做一個更有質感的鋪陳 讓它內裝的豪華程度是稍微更上一層樓 OK,那就來帶大家看一下今天這台車會有什麼重點 想看車嗎?跟我走 那帶大家介紹一下車頭的造型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水箱護罩除了面積相當大之外 20週年的車型還換上了銀色的設計 所以整體來說是相當的霸氣 而且我自己是覺得喔,它的LOGO中間 這個Mazda LOGO也是相當的大 整體搭配起來呢,我覺得非常的有這種格調 那再來呢,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降韻紅的新車色 這個車色呢,細看會有一種紅酒的韻味 為什麼這樣形容? 主要是因為呢,顏色很相近之外 還可以感覺到它那種醇厚的韻味在裡面 所以它整體搭起來呢,我覺得都非常符合老一輩說的那種非常大氣的車款 那來到車色可以看到,哇! 葉子板這裡呢,有一個20週年的名牌喔,相當的不一樣 那接下來呢,往下看可以看到19寸的鋁圈 車尾造型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呢,依然維持了非常典雅的這種設計喔 包含說中間有一個鍍鉻飾條 整個設計下來呢,雖然說沒有到新世代那種科技感 但是同時也不失格調 好,那大家看完了車外的重點之後 接著我們趕快進到車內來看看 車室內有哪些重點呢? 那一坐進來呢,會發現 哇喔,它的這個氛圍確實是相當的用心在營造喔 可以看到,Legano的幾皮材質 而且呢,還有木紋飾板 更重要的是,它這個顏色搭配暖紗中 其實整個搭配起來喔 真的是蠻符合車外這種典雅的造型喔 我原本以為呢,看圖片的時候想說 嗯,應該還好吧,就只是換個顏色換個口味 喔,我現在坐進來我覺得不是喔 坐進來你整個會感覺到,哇,它Level Up了 它的這個內裝質感,這是有感的提升 好,那接著來帶大家看一下配備的部分 那首先呢,可以看到我前面的 傳統式的三環設計儀表板 跟右手邊的7吋中控螢幕 從儀表板跟中控螢幕來看喔 確實看得出來它並不是最新世代的配備 但也畢竟Mazda 6真的是算是世代末期的產品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因為使用上呢 它的配備給的還是相當的齊全喔 像是說這個中控螢幕 雖然說它的介面是比較舊一些些 但是像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甚至Apple CarPlay是無線的喔 所以整個使用起來 我並沒有感覺到太多不方便的地方 那再來呢,來講一下其他的配備喔 可以看到座椅的部分呢 是採用NAPA真皮的材質 頭枕上也有20週年的字樣 而且雙前座是導流式的通風座椅 而且都具有電動調整功能跟置憶功能 另外呢,它還有無線充電的裝置 11支的揚聲器的Bose音響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這些面向來看喔 雖然說這個產品已經不是最新世代的產品了 可是呢,它透過配備的補齊 加上了質感的Level Up 你會整個感覺到喔,坐在裡面還是相當舒適的喔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推薦給你 並不是那麼注重新世代這種科技感的消費者 但是你比較注重這種質感跟溫度的買家 確實喔,像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這一位的 好,那看完了前座配備之後呢 接著我們到後座看看後座的空間表現如何 好,那麼現在已經進到後座了 為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空間 首先西部空間的部分 前面已經調整成我的身高 身高是164公分 來看一下 一個拳頭,兩個拳頭 三個拳頭多一點點 因為有內腰的設計喔 頭部空間的部分展示一下 一個拳頭,兩個拳頭 剛好兩個拳頭 所以其實它的空間上來說呢 也還算是中規中矩喔 但我特別要提一點是 前面這裡甚至還有鍍鉻式條 前座的座椅上也有鍍鉻式條 像後座也有啦,這邊 所以我覺得Mazda在這一塊 確實是相當的用心在打造這一台車的氛圍營造 所以你整個坐進來你會感覺到 它的氣氛確實是相當的不同 好,那我講完後座之後呢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後座空間的部分 後座的部分 行底箱的容量是522公升 這是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說你需要更大的空間呢 可以透過後座的六四分離傾倒 創造出1593公升的容積 我都特別講一下它的回轉半徑也不算太大 基本上還算是蠻好回轉的 所以這一部分呢對於女生來說 差出來講一下 對於女生來說還真的是蠻喜歡這樣子的特性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動力的部分 這一次搭載的是2.5升的四缸汽油引擎 可以輸出194匹的最大馬力 跟26.3公斤米最大扭力 搭配的是六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以及前輪驅動的設定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它實際上路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呢因為它這一具引擎 也算是非常成熟的 整體輸出的感覺呢都相當的順暢 不過因為它是自然進氣引擎的關係 所以它的調性自然是比較線性取向的 那我剛剛開下來 其實如果說你的油門踩踏的深度 比較淺的話 其實你輕輕點一下 你會發現它都可以把你輕易的推動 往前推出去的感覺 其實在市區裡面開我覺得還蠻舒服蠻好開 並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自然進氣比較線性 會不會要等它一下 我覺得還好 但是呢當我們油門踩的比較深一點點的時候 在加速的情境下 你會發現說 我就可以感覺到 我是需要等它慢慢線性的往上攀升 但是並不會說到沒有力啦 因為畢竟它這就是自然進氣引擎的特色 我自己是覺得都在接受範圍內 它是有提供Sport模式跟Normal模式 像我們剛剛在三道上面開的時候 其實就有切到Sport模式 那它的整個輸出會來得更加直接一些些 那你如果平常在市區裡面開的時候 就使用Normal模式就好了 其實它整個加速開起來 都是非常的順暢非常的線性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它的懸吊部分 其實可以感覺到它懸吊 基本上多數情況下都是比較Q的這種舒適取向的感受 像我們過一些坑洞其實都感覺出來了 它都還是有經過處理的喔 不過畢竟是搭載19吋的圈喔 所以它的感受上呢 還是會比17吋18吋的圈來的路感更加明顯一些些 那它的胎罩呢 其實我今天上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時候呢 覺得都在接受範圍內 並沒有因為它搭載19吋 就讓人家感覺到非常老人 其實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那很多人其實應該都很好奇說 它多了一截車尾會不會有一些不好開的情況發生呢 那我們現在剛好有一個彎喔 進來看一下 喔 雖然說呢 它是有一個車尾的重量在那邊沒有錯 在我進彎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喔 車尾是有一截東西在那裡 但是呢它也並沒有到那種非常重拖 或是很擾人的情況喔 在彎中間呢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欸 還是順順的過得去 只是它會偏向於比較穩重的這一種調性 而且我覺得它的懸吊部分啊 雖然像剛剛說的它是舒適取向 可是呢即便說在彎道中 帶了一點點速度進去喔 你會發現 欸 它是撐得住的喔 所以這個部分 確實是讓人家覺得蠻喜歡的地方 那當然因為它是自然進氣的關係嘛 所以它的輸出比較線性 但這一部分呢 像我現在就是透過換檔撥片來解決它 那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是比較注重這種出彎 想要擁有一個更漂亮的轉速的人啊 我覺得你就是善加利用你的換檔撥片 那這個配備配給你的呢 它確實可以讓你在山道上更有樂趣喔 好那我們接著來講一下它煞車調性的部分喔 那其實可以感覺到呢 欸 它的煞車呢 雖然說是做的稍微比較線性一些些的這種感受 但是當我們在山路上真的需要降速的情況下 欸 你稍微踩的用力一些些 它還是可以把速度讓你降下來喔 我覺得它的煞車的部分也是相當夠用的 而且呢它在市區裡面喔 比較線性的調性喔 反而是讓你可以操控得更加的舒適 讓你的乘客跟駕駛都感覺到 欸 慢慢停下來的這種感受 那其實因為前陣子我比較常試歐系的旅行車嘛 那這算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日系旅行車 那我自己是覺得有幾個地方不太一樣 第一個很明顯的部分就是操控 歐系的旅行車確實都是相當注重在操控上面的這種調教喔 它也會把它弄得非常的運動化 那日系的旅行車呢我覺得 欸 它雖然說沒有那麼注重在運動化的調教上 可是呢它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讓你這個內裝的質感 或者是整體外型設計呢 是更加有氣質然後更加的典雅 所以這一部分呢我覺得確實就是做出了兩個非常不同的路線 我自己感覺是它比較有這種人的溫度 你一家人坐上來之後呢 騎車可以感覺到 哇 非常溫馨非常舒適的一個空間喔 以色調來形容會覺得 欸 是暖色調的這種感覺喔 相當溫馨 那如果說是歐系的旅行車呢 它是比較理性的感覺喔 比較務實的這種感覺喔 它會給你功能 會給你很多硬派的元素 或者說給你一些那種熱血抄駕的感受 但是呢坐上來比較難有這種家的氛圍 溫暖的氛圍 這一部分確實是日系旅行車獨有的一個韻味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喔 大家對於Mazda 6 Wagon的20週年特別版 有什麼想法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女車友Sylvia 我們下次見 掰掰